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坦花肉蜜 我是五花肉 今天天气超级好 带大家来到东海岸走走 从都兰到龙苍 这一路上有许多特色小店 等着我们一起来探索 我们现在就来到龙苍 每次开车经过 龙苍的时候 都会看到路旁有一个大大的牌子 上面写着肉桂卷 让人相当好奇 我们今天就来拜访这间店 叫脏孩子工作室 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哈喽老板你好 嗨你好 请问这边花花草草都是你弄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这边是脏孩子工作室 我是小伟 我是小伟 我是五花肉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边环境吗 这边环境就是我户外空间 然后都是我们种的植栽 那你等一下我带你进去看 我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参观的地方 好啊好啊 走 这边请 来请进去 哇里面色彩很缤纷耶 对啊对啊 你看这是我的室内的空间 那我室内空间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陈列 就是我们冲浪的时候 会有一些冲浪小物啊 或是用海费环保素材做的一些包包饰品 都是你们自己制作的吗 没有有些是我们的朋友去做的 还有看到一些照片 对照片也都是记录在我们冲昌生活 冲浪啊或者是在地的风年记 都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些明星片也有比较大张的照片 就是在我后方 对你可以看到我的 我这边 全部都是我们在冲昌生活的时候拍的照片 从这边这样看过去 看到很多附近周遭的那个风景耶 对 我从前面一开始的照片的陈列 就是你一开始开车进到冲昌的时候 会看到的画面 所以会有连贯 难怪 就是很熟悉 从外面街道到里面 对你这样一路看过来 从街道到生活 这是在村子里面 都在村子里面 都在村子里面 还有市集 海祭一般的祭祀活动 所以老板你都会深入参加部落里面的活动 也没有到很深入 但是就是从旁边去观察跟记录 因为店就在村子里面 那这些东西都会是 你开店的一个养分 了解了解 难怪看起来很有生活感 这怎么味道这么香 你说 就是一直觉得进来屋子就很香的味道 因为现在在烤肉桂卷 难怪 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特色是肉桂卷 所以每天你只要客人一进 第一个就是铺鼻的香气 就是肉桂的香气 对很香耶 那我也帮你准备好今天的肉桂卷 太棒了 在这边在这边 迫不及待 哇看起来摆盘很好看耶 来这是我们的经典 张海子经典肉桂卷 对然后 素材高中 素材吗 对啊好好看喔 大家第一个也是会被这个大片的叶子吸引 那这一个叶子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路边 你看到的一些叶子 我只把它剪下 那它是月桃叶 月桃叶 其实在东部海岸 很常看到的叶子 那你跟我平常吃那个阿拜 那个看起来不太一样 对因为它这个是 纹路什么的 对它是斑叶的 它有其他花纹 所以我会把它拿来当我的 餐具的摆设 对啊它摆起来就很好看喔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上面就是多了一个 芳香万寿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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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副包叉耶 看起来很精致 我的肉桂卷其实蛮大可 对对对对 而且它这样一插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外观 它是很扎实的 对 你的肉桂卷是很扎实的 切起来的感觉也是觉得 哇这个应该吃一个会很薄喔 它很扎实的 会蛮扎实的 因为我这个肉桂卷它的做法 我是用用发酵大概12到14个小时低温发酵去做的 有点类似欧包的做法 对很像是欧包的那种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吃看看 这个是有完全发酵过后的面团去做的肉桂卷 那其他的不是是不是 就是别种肉桂卷的话可能 要看做法 对因为肉桂卷它没有一定要用哪一种去做它的面包 吃起来很扎实 然后一咬进去之后就是很有嚼劲之外呢 它就是充满那种肉桂的香气 可是不会到很甜腻 我觉得吃起来是可以一口接一口这样吃下去的 你知道我的肉桂卷里面其实还有 也是有放山胡椒进去 有放山胡椒 好 所以你吃到除了肉桂的香 香 你会吃到有一点点带有清香姜的感觉 好像会越咬 然后味道会散出来 对但是如果真的放姜汁进去的话 这个肉桂卷会太热太燥热 对 所以你就用了山胡椒然后去点缀它那样 对对对对 除了这个餐点以外我来喝喝看你说的那个山胡椒柠檬茶 好来来来就放 看起来很清爽耶就是这样 上面还有一点点就是山胡椒的 就是山胡椒粒 山胡椒粒 我需要剁碎它吗还是就是直接存喝它就可以 你可以存喝它因为它应该都浮在上面 好来喝喝看这个山胡椒的柠檬红茶 会辣吗 一入口其实有一点点最后尾韵的时候 一入口先是柠檬红茶的味道 然后在吸的时候就可以吸到就是那个山胡椒的那种香味 可是到最后你吞下去之后 那那个尾韵舌尖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刺激感 刺激的姜的姜的感觉 嗯 但不至于到辣 不辣不辣 然后就是有一种很像 会让人觉得有点很特别 最后出来的那个味道 很多不一样的 很特别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山胡椒 然后他们看到我的名字 就觉得这杯饮料会是辣的 就会想到胡椒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就喝了以后 哇原来才有这些味道 对 不然他们都会一直联想到那个香肠 马高香肠之类 他们是不是想说这个茶喝起来 会有马高香肠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根本跟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对 它的清爽的感觉会一直有 对 而且我第一次才知道原来是 它会有那个柑橘跟姜的味道 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吃那种马高香肠 或者是咸的那种东西 就会被味包又被肉 所以感觉它是属于很重口味的东西 对 但没想到它其实蛮清爽的 这个夏天喝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对对 然后再搭配肉桂卷 就会觉得很解腻那样子 天哪老板真的很厉害 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搭配 对 珊瑚椒其实就是 因为就是我的原生部落 就是常会用到的 常常有使用 也会使用的 所以我才会有这个idea 把它放到我的餐品里面 吃了那个肉桂卷 然后还有老板特色的那个珊瑚椒 柠檬红茶 就会特别想要知道老板当初 为什么会是想要从游客的身份 然后转换到来这边生活 因为在这边生活跟你来玩的感觉 应该很不一样吧 对很不一样 因为来这边其实海岸线的商店少 人也少 房子也少 所以在这边生活其实也是不比外面简单 也不容易吧 也不太容易 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你在这边生活 你就会继续 因为喜欢冲浪跟这边的环境 所以你会一直去挖掘说 我留在这边我看到什么 我也想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才会有我店里面墙上的照片 龙昌西村子很小 然后大家开车一下就经过了 经过了 对对对 所以才会让我想到说 那我除了做这些餐点 我怎么让游客再继续留在龙昌村子 或是东海岸继续停留 而不是只来我这间店 经过一下 经过一下 或是喝个饮料就走就结束了 所以我会跟村子再继续想说 我跟村子的连结 除了我喜欢这里那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就拍了这些照片 然后做了一个村子的一个小地图 就是自发性的去做了一个地图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比如说我是一般的观光游客 可是我不想要就是像你说的走马看花 这样经过 对 我就可以在这里可能有点像是体验 在龙昌生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走在村子 然后你就跟着我的比较主要的路线 也比较不会打扰到村子里面的人 嗯 然后你也可以看 从我的照片的路口的照片 一直到结束的照片 嗯 都会在这张地图你走的时候会看得到 哦 所以我只要跟着这个地图的方向 对 你可以 可以看得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海边或是聚会所或者是市集 嗯 我都标注在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地图又是明信片 哦 所以你走完有感觉写一写 把它寄给朋友 对 然后 我有邮票 嗯 或是你想带去其他地方自己也可以 嗯 因为我们村内有一个油桶 哦 有一个小油桶 对对对 油猜会来收的油桶 嗯 如果说我之后想要来在这边体验散步的话 是老板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可以 我现在正在准备的是野餐 野餐 对 带着我去野餐吗 对 或者是我 你来我店里我跟你介绍完以后 嗯 你可以 我可以给你野餐的道具 你可以带去野餐 我就可以沿着你的这个地图路线 然后逛逛周周 然后去海边野餐 对 然后野餐完以后 再把餐具还给我 我们就不要再用一次性的垃圾 留在沙滩上面 所以你这边还可以租借餐具 对 我们有租借餐具的那个 而且很环保欸 对 然后沿线几个店家都有在串链 就是你的餐具不只在我这边可以还 还可以去别的地方还 这么方便 对 因为我想说海线很长 的确我还要再绕回来还 好像有点方便 不用不用不用 你就是有 我们有一起串联的店家 你们就可以还 我就可以在你这边租 然后我开过去 对 别的沙滩 你用餐完以后 你再还到附近的店家 就可以了 欸很方便欸 这个我会放在 这是遮雨棚吗 放在野餐栏里面 这个包包你可以拿去 海边减海费 然后拿上来 店家帮你做回收跟丢弃 哦 所以就是提供这个包包 我背着这个包包 我就可以沿路 然后就是先在小村散铺啊 看到垃圾剪 然后到海边 然后像我们的店家 我是会提供你把海费拿回来 我提供免费的饮料 你说我剪完垃圾拿回来 这是我们的海费 小礼物 对 海费奖励 这么好 海费奖励 就希望你们帮我们进摊 哦 就是我游客的身份的话 我就可以来这边玩 然后拿着包包 你去野餐 然后野餐的同时 顺便帮我进摊 对 那我等一下就麻烦老板 带我去村子走走 对 我会把点心 然后工具都准备好 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海边 好谢谢老板 对 不会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我们龙昌天主堂 很复古耶 对对对 那它会是白人会的副义教室去修剪的 那在台东很多海岸县沿线都有他们副义教师他们去设计的天主堂 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而且它那椅子还有灯都很像以前的那种时代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有人有兴趣走那个收集天主堂的话 他们有一系列一直从市区都兰然后龙昌到小马到长滨 都有这种天主堂可以来看看 对对对对 很特别平常没有经过都不知道 对因为我们龙昌村比较小会直接错过这样子 哦了解 很舒服耶 对我们再去看看下一个地方 好 来我们继续走往前走你看 这个是我们村子唯一的一个油桶 好可爱喔 对所以你看我的那个明信片 不是明明我的散步地图的话 它背面其实是明信片 所以我写完就可以记在这个 对对对所以你走完散步完有任何感想 写完就可以投在这个油桶里面 哦 对对对 好可爱好矮的油桶喔 就是龙昌唯一的一个油桶 对龙昌的油桶 那油柴每天 现在都还是会每天来收信 对那我们再往下一站吧 好 然后这个是村子的杂货店 哈啰 对对对 恬娇姐 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对啊 我们好 对哥美里 对啊对啊对啊 他刚好来然后介绍那个村子散步的地图 对 然后就这样跟他这样走 真的喔 传统的 传统的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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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五十年了 那你叫他这边打招呼的 怎么打招呼 这边怎么打招呼 阿美族的打招呼 哪一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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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吼这样子 所以来村子散步的话都可以这样子 就说哪一吼 哪一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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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带他们散步到海边 然后等下再散步到市集 等下再来买零食 好 那我们往前走 拜拜 拜拜 这是聚会所 对啊 继续走的话 这边是我们隆昌部落的聚会所 嗯 那这个聚会所 我们隆昌村的话 叫嘎尼方案 这个就是我们隆昌部落的阿美族语 怎么念啊 叫嘎尼方案 嘎尼方案 你跟他们打招呼 就跟刚刚阿姨说 你跟他打哪吼 哪吼 哪吼 或是你跟他 他会问你 哪吼 就会问你说 你要去哪里啊 这样子 就说我带着这个地图 我想去海边 他就说那在哪里 哪里 他就带你去 对对对 对对 然后往里面走 这个聚会所是去年的封年纪的时候落成的 那他们新落成的时候有 有在放了衣服画在正中间 哦 那这个的意思是传承与交替的概念 就是会有一只手向下 向下 然后拉后背起来的意思 这种感觉是抓住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我们持续每一年龙昌部落还是会有封年纪 在七月的大概第二个礼拜 哦 在这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聚会所 聚会所 嗯 那接下来可以去哪里啊 接下来我们就会往海边走了 往海边 对对对 就从这边吗 从小路 走走走 对对对 这边我们开始要往海边走了 很舒服耶 对对对对 下面就是我们龙昌的沙滩 龙昌的沙滩 那龙昌的沙滩 可以做野餐啊 然后听海的声音这样子 哇 对 感觉是个小秘境 对对对对 我们往前走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野餐栏里面我都没有放盘子餐具 对啊 想说 对因为我要在走在海边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自然素材是我们 当地可以直接取用的 比如说像这个月桃叶 哦这是月桃叶 对对对对对 我们常来包阿拜啊 嗯 其他辅粽子 那这个其实如果没有煮的话 它其实是个盘子 盘子 可以当它防油 防油 又防油喔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样摆起来很漂亮耶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稍微擦拭一下 就可以垫你们的点心 哇 在里面 太棒了 对对对 天然的盘子 对然后我再来找找还有 先收起来 先收起来 这边有一棵写桶叶的树 这个 写桶叶喔 但它现在 等一下再拍 漂亮的 我先给你看 这个是比较稠一点 你先帮我拿一下 天然 我找一个漂亮的 它是可以拿来当天然的包装纸 这样子 哦天然的包装纸 对对对对对 这边有一个小的 哇真的是就地取材耶 而且是经过走过来海边路上 我就有盘子了 对对对对 如果是包装纸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拿一个东西这样子 嗯 把它包起来 然后你去找一个长长梗的 嗯 它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哇 对对对对 这样很天然然后又很漂亮 对啊 很方便 血流血 那个血 血流血的血 对对对对 好 我们踩了几片 嗯 我们再往海边走 走吧 哇 大海 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很好耶 而且风 风没有在吹大风 所以非常舒服 真的非常舒服 老板那这是你平常都会来的海边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农舱的沙滩 嗯 就是我们平常会来这边散步 然后看海 或是带着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在那边野餐 很舒服耶 对然后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可以看得到绿岛很清楚 在原方 哇 对 那我们已经走到了这边 已经算是我们 走了一半的路程了 因为等一下回程的话 还有其他地方 还会有其他地方 对那这边的话 会先停留做野餐啊 或是我的 有带那个海费工具包 哦可以在这边野餐完 然后顺便捡海费垃圾 对对对 享受的同时也回馈这个土地 哇很棒很棒 对对对 然后这边除了野餐 然后其实我们村子里面有瑜伽老师 是 瑜伽老师 所以等一下夏天的 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们有吹东北季风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一起在那边玩 一起做瑜伽 在海边做瑜伽吗 对所以我的客人 除了可以预约野餐缆的东西 那也可以跟我booking就是说 他野餐的同时可以做瑜伽 野餐同时做瑜伽 对对对对 都可以帮忙一起做一系列的规划 我先跟你预定夏天的瑜伽 感觉想像在海边然后听海的声音 然后做瑜伽就超级舒服 对很舒服 好耶那我们先去野餐吧 没问题 走 好可爱喔 老板这都是你自己动手做或是去捡来的素材吗 对就是我们刚刚散步的时候 我就随手先摘了几个叶子 哇 对所以你们如果野餐散步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说什么叶子是可以用 什么叶子不能用 哇 然后你的杯子啊然后饮料 我都放在那个野餐缆里面了 所以你们来就不需要再多袋东西了 你就拎着我的野餐缆就可以散步到海边 而且全部都是不是一次性的那个食材欸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包彩比如说月桃叶或是很常看到这个血桶叶 嗯 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当盘子使用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天然 而且这样摆拍好好看喔 就立刻是一个完美的那个感觉 然后旁边看海绿岛这样子 这样很舒服欸 对 好啊你要刚刚走累了你要不要先喝个水 好啊喝个茶 那我就先跟老板干个杯 好 耶谢谢老板 这个茶也是在我们东河 嗯 的太原村里面种香草的小村圆圆的香草茶 香草茶也是在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尽量都是用我们附近的店家 然后自然素材去呈现 感觉就是非常有风味 对对对对 很像我就是在森林里面的感觉 对对 我等一下要先一边吃点心 然后一边躺着看海了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吃先不要吃 蛤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什么任务 我们不是就是要吃点心了吗 你忘记我们这个 野餐栏里面还有放了一个这个吗 我看不到 这个是我们 其实来野餐的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来地方旅游 然后享受这边的环境 然后也要回馈这个当地 所以野餐里面有准备了一个海肺工具包 我们要先去减海肺 好 才可以吃 才可以吃 对要先消耗一点热量 我等一下减满一袋 就是还可以到你店里面换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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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海线我们海肺工具包的沿线店家联盟的话 可以就是减海费 然后领到一些海费奖励 可能一盘菜啊 或是一杯咖啡 或是老板的拥抱之类的 好 那我就努力去减了 对对对对 我们先去 走吧 好想吃喔 Go Go 今天非常开心跟小伟一路从他店里 然后走到村子 然后再来到海边玩 非常的满足 而接下来台东呢 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也欢迎网友们在YouTube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跟着五花肉一起花肉蜜